你們記不記得這條影片 忘記的話就馬上去看看 看之前和我一起穿Jeffree Star的產品 買得一樣那麼大 繼續說 就是買了這盒 這盒是紅了MENAMO合作的 是否讀我的名字 要讀的 這盒合作 用了一隻全新的highlight 我們一起打開 這個盒是這樣的 它的外形是這樣的 它的外形已經這樣了 應該會漂亮到這樣了 你說怎麼辦呢 我相信我出家都會戴著它 我太愛你了 Jeffree Star 我們打開 你看看 不讓你看看 1 2 3 它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它這次是同了MENAMO合作 所以很多月亮 有時候真的不捨不得它 整它 我看到它壓了聲聲 原來我真的很喜歡 怎麼辦 不管了 試給你們看 這次摸摸它的質地 沒有Beauty Queer 那麼Creamy 但我覺得它是比較上 有些私用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在手指上塗了一點 有一點 看到嗎 我們就試在手上 好看 就是這樣 它可以當是highlight用 不過有給我 我一定會當是eye shadow用 很漂亮 Jeffree Style 好看 其實你們都會很想問我 會不會再買Jeffree Star的產品 答案就是 會的 我們會買Jeffree Star的產品 我這麼喜歡Jeffree Star 其實我在考慮 會不會將它所有產品 買完 其實跟你們說 這次我化妝 除了紅心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了 Jeffree Star這個產品 去化出來 對 給大家看一下Jeffree Star的眼影 你看Beauty Queer 我想應該 有些人都有 很激動 可想而知 Jeffree Star 是一個激動派的人 而且唇膏也是 唇膏有很多無限的顏色 唇膏只有兩支 所以不要說我買得多東西 一支就是 就是這樣的 原本 原本我應該是買 那個 那個 但我點錯了 不過不要緊 我都知道 挺漂亮 它個人很漂亮 但我不太滿意它 它脫了 因為它是一個 星星的 所以它脫了 很不開心 這支 藍色的 這支 藍色的 Decor To Matte 就是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買成果罩是用不著 就算你們用不著也好 你們都可以當作 Eyeliner 或者Mascara 去用 你們想想 你們有這麼多種不同的眼線去選擇 是否很棒 還有你們都可以用來 像我這樣做的 你問我比較喜歡哪一支 你們猜 你們猜 你知道我為人不會走一條正常的路 走一條不正常的路 所以我喜歡這支 我喜歡這支 我什麼時候會買Jet Vistar呢 不知道 要等下它的官網什麼時候有得 我才可以去買 好了 你們就等下下次看 什麼時候Jet Vistar的開箱吧 如果你們喜歡我這支影片 可以給個讚 還有你們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是Kansaki 如果你們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還可以去買s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